对你虚情假意的女人,这四个行为就是名字 现在很多人对待感情并不是太专一 而且女人会用虚假的情谊去捕获男人的真心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对你虚情假意 她的以下这四个行为就是很好的名字 一,看重金钱 如果女人在和男人相处时特别看重金钱 说明这个女人是具有超强物资欲望的 并且她对男人爱也不是真实的 她比较在意男人的金钱 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可以说两个人感情是非常不稳固的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特别看重金钱 你还是尽早放弃这一段感情吧 二,对你的困难视而不见 很多男人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并且这个困难才是考验两个人真情的时刻 如果一个女人在男人困难的时候视而不见 说明这个女人内心对男人是没有关心的 并且她对男人的爱也不是真心实意的 可以说她对这两个人的感情是虚情假意 因为在她内心对男人是非常不在乎的 同样她也不会把自己的真情给予男人 三,从来不吃醋 每个女人在爱情中对待自己心爱的男人 都会常常吃醋 如果一个女人对待男人感情虚情假意 她是从来不会对男人吃醋的 因为在她的心中根本不会对男人产生真心的感情 所以说她也不会把醋意给男人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吃过醋 说明她对你的爱是虚情假意的 四,对待你的态度忽冷忽热 如果一个女人在和男人相处时 对待男人态度忽冷忽热 说明在女人内心并不是真正爱男人 并且她对男人这份感情非常虚情假意 因为当她需要男人的时候 可能她会对男人特别热情 反而会对男人特别冷淡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和你相处时 对你感情虚情假意 她的以上这四个行为就是明正 同样从女人的这些行为 就可以看出她对待你感情的态度 也可以看出女人对你是否用了真心